补贴雇主出粮的补就业计划 自4月开始至今 工资补贴总额约439亿港元 帮了148,500雇主出粮 不过就被批评 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漏洞 流到第二期计划推出 依然都有漏不倒 好像放无薪假、减薪或裁员 陈小姐在一间有6、70名员工的 物流公司做了六年半 补就业计划推出 她的公司就即时裁了5%的员工 我4月的时候就被公司裁员 这几个月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那疫情期间 你公司的业绩是否倒退得很厉害 还是怎样的 疫情之后收入是少了 生意额跌了 但是你说是否真的这么差 入不敷枝呢 这个就未必 因为据我所知 他们还有资金 去买另一公司去发展 她听到同事说 公司现在请临时工去顶替人投诉 如果你说保就业 那我们都已经失业了 那即是保就业不到我们 政府用了几百亿了 但是钱去了哪里呢 都很难理解这个保就业 就是给一些什么用处 整个政策来说 不是真的可以到位 给我们打工仔 保就业计划 令到某些雇主 想到一些相当创新的奇谋妙计 拿尽着数 现在有些公司逼工友放大价 不是放今年 而是放明年 后年 甚至大后年的大价 万一公司明年倒闭的时候 那大价会怎样呢 是否要自己银河包 去补回这些大价的钱呢 哎呀 保不住了 保不住了 保就业计划 跟这个水桶一样有漏洞 有漏洞就不算奇了 不过奇就其中 零雇员公司 一样可以申请取补贴 这间零 这间又是零 根据政府公布的雇主名单 第一期保就业计划当中 有367间承诺授身雇员人数 显示是零的零雇员公司 虽然没有员工 这些公司一共取得 超过1100万的工资补贴 这间 与这间公司分别取得 大约27万和超过10万 当中这间公司 获批最多补贴额 超过97万 推算曾聘请至少35名员工 办事处地址 是位于牛头角一间连锁酒楼 在3、4月曾经暂停营业 我们上门去过一些 零雇员的公司了解一下 请问是否 Wilson Wong & Associated Limited 没有这间公司的 没有这间公司的 是的 即是一直都是你们来的 是的 那你们在这里多久了 想问一下 十几年了 哦 明白了 这里是不是 杰字企业有限公司 不是 这里是米兰站 但是我们跟政府查册 之前有一间公司是这样的 因为是上一手的 哦 OK OK 那想问一下他们搬走了多久了 搬走了很久了 我们来这里大约有半年多了 这两间公司 注册地址和门牌是两个名字 而这间用了注册 做注册地址的顾问公司 也有拿到二万七千元的补贴 喂 喂 请问是否TDMI Consultant Limited 不是 不是 没有这间公司 没有 因为我想问是否申请了保就业计划 喂 零雇员都可以拿到钱 补贴真的这么容易申请 当中的原基 是计划的金额和公司人数 分开来算 保就业计划 被雇主在19年12月至3月期间 选任何一个月做计算补贴金额指定月份 但是承诺受薪雇员人数 就是或一以3月份来做依据 即是说一间公司 以12月份做指定月份 当时有三个职员 政府帮忙给一半 补贴期一共拿到八万一千元 但是如果去到3月份的时候 雇主已经解雇了所有人 他都照样会拿到钱 我3月出粮的时候人数是零 那我补贴期 可否将所有的钱给了一个员工 那你最低限度请一个人回来 虽然你补贴就拿了三个人的补贴 但是因为承诺人数 我们告诉你是零 而你又要用完补贴的时候 你最低限度请一个人回来 然后将补贴出粮给这个人 用完政府给你每月的补贴 那就已经可以了 屈指一算 雇主就可以减成本了 但是那还算不算帮到打工仔 补贴就业呢 那你一定是补那个雇主的关系 如果雇主都不是雇主 那便没有了雇员 既然这个计划是要帮雇主 直接叫做保雇主计划 帖截 政府是对雇主是无限度信任 但是这对于自顾者的信任程度 好像是去到零的情况 其实这次里面 有多些照顾人士或工作者 他申请之后 大概有26万人申请 15万人被人淘汰了 好像有些企业 有钱赚了 政府还给钱 批那里 我们感觉是零审批 政府在那个审批机制里面 就会有多漏洞 不应该拿那些 反而都拿了 计划内定名的罚则 是补贴期内 即是6至8月 任何一个月的雇员人数 少过3月的时候 就要将减幅 除回3月的雇员人数 计划罚几钱 但如果3月的人数是零 分母是零 为什么都是零呢 其实零受益的话 就不应该拿钱 另外我们经常觉得 这个不是罚则 因为为什么呢 就说如果申请完之后 不能拿到标 他倒扣 实际是说 他之前给1000万额 如果扣我钱的话 可能不是给1000万额 是给600万额 实际上是否叫罚呢 这个正正就是 被雇主里面 有一个漏洞 我们觉得 如果有些 故意去欺骗的话 是否用刑事去处理 这个才是 关键能够 保证到 補习的钱 能够到雇员的手里面 撇除因为裁员而出现的 零雇员公司 原来有一些公司 是无端端变成被零雇员公司 见到保就业计划的时候 你们拿了28万 但是受雇人数是零 想问一下 你们三月的时候 是否有炒过人 还是怎样 没有的 是他们搞错了 我们那些强色筋 刚刚好转了公司 是他们搞错了 现在我们就等 因为他们询完了 至于这间 拿到超过33万补贴的 零雇员公司 负责人表示 因为公司改名 员工强积金户口转变了 可能这样 而出现零雇员情况 他们一样没有裁员 政府就说 会抽查雇主去实地视察 也有向承诺 受身雇员人数为零的雇主抽查 而在第二期保就业计划 加多两项法则 如果雇主在补贴期 裁员又没有重新招聘控权 坚无合理解释 补贴有机会被传数收回 还有补贴期内任何一个月 出粮雇员 总数少过承诺受身雇员的人数 雇主都要向政府缴付罚款 而且放无身价的员工 不会被当是出粮雇员 但这些小改变 作用都不大 改善的力度是有限的 因为你不能整个月内放无身价 在一个月内 可能你上班 都当是上班 这样的时候 是未完全能够改变到问题 关键我们觉得 要堵塞的漏洞 就是一定是实名制 而不是像现在 就是人头 不是那个实名制 就会出现那么多的漏洞